在擦枝的时候我们是把一段枝条剪下来 所以它没有了根 那有保留少部分的叶子 但如果说你放在湿度很低的地方 它就会可能增扇作用太快 负荷不了就枯萎掉 那所以说像这个是迷你的保温箱 在国外可能是天气冷把它当作保温箱 但我们其实是把它当作保湿 因为这是一个透明的密闭罩 这样子保湿之后啊 它里面的相对湿度高 那叶子增扇作用慢 那伤口的负荷就比较小 就容易比较能够存活 你看这个是我的那个猫碎草 那其实前几天我看到一点点微微的下垂 所以我就赶快把它盖起来 可是湿度高就可能会有病害 所以说你当时在插着用干净的土 干净的土比较没有带菌的话 那可能这样子 在比较湿度高的地方 它才能够维持良好 不然万一是微生物滋生 也许它湿度够 但后来因为发霉 或是其他真菌造成的状况又不好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欢香草热爱田园生活的尼克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享受香草与田园生活的美好 那我刚才用一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简短的介绍了 叉子的一个秘诀 那我叉子的是那个猫碎草 是因为家里啊 最近迎接一只小猫花花的来临 所以想说种一些猫碎草 那猫碎草并不是很容易叉子的植物 因为它它中间是空心它的筋中间空心啊 所以说常常插枝到一半就枯萎掉 所以今天我才来分享一下 怎么能够顺利的插枝成功 这是猫碎草插枝一个星期后的样子 那我当时想说要迎接我们一只小猫咪花花来到我家 多种一些猫碎草 因为猫碎草很多猫咪都很喜欢 那这个是顶牙 这是第二节的地方 然后把大叶子剪掉 这样都可以插枝 你看现在都长得还不错 那我有一个秘诀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有时候刚插枝的前几天 那枝条跟叶子会这样有点软软垂垂的 这是正常的 但如果一直都这样软软垂垂的话 那这样子插枝成功的机会就不高 如果经过几天之后慢慢停回来的话 那就很有希望它会发根成功 如果你发现枝条叶子还有垂垂的情况 其实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方式 就是用这个一个透明罩 这是现成的那个迷你的保温箱 那在国外可能是当做保温 在台湾的话因为不会很冷 所以把它当成保湿 那这样保湿着的话 相对湿度比较高 然后这样子叶子就不容易下垂 这样子就可以提高它的存活率 经过了两个多星期的细心照顾 这些猫穗草都发根了 叶子都挺挺的 所以我把它放在太阳下晒太阳 如果两个星期叶子还一直垂垂的 那可能它的存活率就不高了 照理讲应该要叶子挺起来了 那你要留意它有发根的话 就可以晒太阳 如果还没有发根 不要晒太阳 另外就是刚发根根不多 不要晒太长的太阳 这样可能它也会增扇作用太快 又软掉或枯萎了 哇太开心了 经过细心的照顾 就像我之前说的几个技巧之后 我叶子12盆猫睡草 通通都成功存活了 来我们看花花这只幼猫对猫睡草有什么反应 他应该是觉得像虚虚很好玩 想咬咬看 可是他真的是用脸去撞每一片叶子 他是没有在吃的感觉 好像在用鼻子撞 有有这次了 哇 好吃吗 看起来有点兴趣 你是有真的意图想吃 想把它咬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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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